本土疫情升温之下 在各个面向造成的冲击 台北股市今天 520行情是落空了 外资投信今天都转卖超 520之后的台股 还能延续不败神话吗 而各行各业 陆续传出了确诊案例 高达有8家的金融业者受害 影响上千个人 至于收治病患的医院 就更成为重灾区了 包含了台大 细子国泰和平医院 都爆出了院内感染 急诊门诊都喊停 也影响民众就医的方便性 AZ疫苗昨天倒是到了 但国内疫情烧得是又急又猛 恐怕只能够撑两个礼拜 我们透过一则则新闻 来帮你解读这个现象 好 首先是台北股市方面 今天是520总统的就职纪念日 过去的520行情 却在今天台股当中失灵了 指数盘中一度是大跌将近有200点 最低来到15943 跌破了万六的关卡 中场是收跌90点 惊险守住了万六 不过最新调查显示来说 认为台股接下来半年会上涨的民众 只有不到五成 大家的信心受到打击 而最新消息马上提供给您 为了要避免群聚感染风险 金管会今天宣布到六月底之前 股东会全部停止召开 一共将会有1931家 当中还包含了连电 排击电等大厂都会受到影响 而除全息的时程 恐怕也要往后延 过去五年台股520上涨几率高达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蔡英文就任总统以来 台股在这一天从来没有跌过 不过却在第六个就职纪念日 行情失灵了 20号一开盘就小跌而且跌幅随机扩大 虽然盘中低肩买盘努力守护下 指数一度翻红 不过人不敌强大卖压 一度跌破万六关卡 还好尾盘有大单拉抬 不过中厂人收跌90点 收在16042点 成交量4657亿元 而电子族群成交比重再度跌破五成 指标股台积电虽然力手平盘 不过大力光连发科都下挫超过百分之一 前两日比较强势的航运族群 占比则突破三成 货归三雄一度亮灯涨停 但只有万海到尾盘都是所死 台股的后市来讲 还是建议尽量保守观望 指数最好可以在大概15100到16300 这个区间来回震荡整理 那五月已经是长黑K棒修正了 那最好可以在底部这里呢 进行搭底的时间更久一些 才有机会印量下一波的反弹 而行情走势震荡大 就连外资对台股变形速度也是相当快 摸不着头绪的投资人 究竟该怎么操作 专家有建议 不要看着盘后的外资数据 就跟着去操作 因为在外资反线的部分 也是做得比较短线的 那建议如果反弹的话 比较弱势的股票 尤其是无法站上季线的股票 可以先减毛 先出场 专家也提醒 台股短线压力比较沉重 千万不要追高 选股要以高殖利率 和低本益比的个股 才能大大提高胜率 东森财经新闻 叶子金张博祥 柯黄明台北采访报道 好再关心国内的医院 院内感染的风波有越演越烈 细指国泰医院一名急诊医师 他昨天出现了干涸 为发烧 裁剪之后确诊了 这名急诊医师 究竟是怎么样感染的呢 根据了解 他有接触到一名疑似个案 之前在细指国泰算一采阴性 但因为症状被高度怀疑 加上院内负压隔离病房 已经收满 转院之后才确诊 而急诊医师确诊之后 院方紧急大消毒 关闭了急诊室的服务 并且匡列 相关的接触者进行裁剪 截至今天早上9点50分为止 裁剪89个人 结果还好目前都呈现阴性 院内人员染疫再新增 细指国泰综合医院 20号急诊室外贴出公告 暂时停止服务 院内大消毒 因为前一晚有急诊医师确诊 这名确诊医师是5月19号 出现肝壳 违发烧等症状 经PCR裁剪 阳性确诊 初步疫调怀疑 他可能是接触到 后来在其他医院确诊个案 而根据了解 传染给急诊医师的 疑似个案 一开始是在细指国泰 一采阴性 因为症状被高度怀疑 加上院内负压隔离病房 已收满 转到其他医院之后 才确诊 细指国泰医院 有急诊医师确诊 急诊室全面封闭 不过门诊不受影响 门诊人有病患 陆续来看病 拿药正常运作 我看医生 是来看医生吗 对对对 我看那个眼科 那门诊今天有没有受到影响 本来很多人 今天很少的人 今天很少人 会不会担心啊 不会啦 就赶快做好防疫 赶快回家洗澡 赶快让他消毒 有蛮多人的 对然后二三十个人 就都站在外面 就是可能在筛检的状况吧 对啊 可是不是从昨天晚上就封闭了吗 没有耶 今天早上来看也是很多人耶 附近民众表示 二十号一早 急诊外围 仍有快塞服务 不过在上午十一点就结束 就导致确诊的急诊室医师 院内活动范围都在急诊区 确诊后院方紧急大消毒 在十九号晚间九点 关闭急诊室 维持止出不进 并匡列相关医护 以及在五月十四号后 曾进入急诊室的人 还有曾有证明确诊医师 诊治过的住院病人 而截至五月二十号上午九点五十分 已经有八十九人採检 结果出炉 都是隐形 但外界还是很紧张 尤其这回确诊的是急诊医师 相关医护又被匡列 医疗量能势必多少受到影响 东文三新闻卓金国陈一 以SNG小组在新北市报道 本土疫情严峻 国内研发的抗疫中药 清冠一号在国外热销 卫生福利部也同意要紧急授权 两个药厂已经提出了申请 最快这个礼拜可以核发 临时的药品许可证 很多民众就好奇说 可以对抗病毒的清冠一号 这配方是什么呢 基隆就有一个前市议员 在里民的群组 跟大家分享这个神药的配方 被民众质疑 没有经过医师的问诊 自行抓药真的可以吗 对此中医师就表示 万万不可 清冠一号是一定要经过 医师问诊才可以开的药剂 民众误食恐怕会严重 影响健康 现在来中药行抓药 很多民众除了抓平常吃的药 还会多问这一帖 清冠一号 只有医药实质通游 数量药材 药材有缺药清醒 缺了几样 很多人在问 也有人配 防风薄荷等十种药材 是现在询问度最高的药材 有些药材已经卖到 北中南都已经缺货 因为这一帖号称能对付 新冠肺炎病毒的神药配方 在许多群组间流传 有民众爆料 基隆有议员滥发清冠一号药方 给李明自行抓药 特别登出来 就是说 他有进卫福服同意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后 我也传了这一则新闻 议员强调是查证 看到卫福部认可才转发 只是卫福部警告 民众不可自行到中药店抓药 中央行老板也提醒 这是处方药 不会帮忙配正义铁药 现在疫情比较吃紧 所以说很多民众来有 行问清冠一号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如果有症状还是要就医 如果说我们有清冠一号里面的药材 我们中药店都有 由于很多民众专漏洞购买个别药材 在请中央行宅配道府 在自行医比例调配后服用 但是懂药材药性的人就提醒 这样反而会让自己的抵抗力下降 我们都建议民众 如果说没有症状 那个健康的身体的民众的话 我们不建议吃这个 因为里面有房禽 有疫情场都比较偏凉的 中医师会根据病患的这个病情的变化 来斟酌调整药物 那么所以民众不宜自行购买 作为预防或保养之用 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民众也要注意清冠一号是治疗药剂 并不是保健食品 所以服用药物 对健康未必是最保险的做法 东森新闻旅国报 王红年珍和明 台北基隆采访报道 防疫之外 现在要比的是疫苗的速度 昨天41万剂的AZ疫苗 抵达到台湾来了 指挥中心也宣布 目前疫苗给 疫苗给这个医护优先施打 而现在除了抵抬的AZ疫苗之外 还有另外采购的 505万剂的Moderna疫苗 渴望在6月开始陆续到货 而200剂的测试品 已经抵达了台湾 另外新光医院的副院长 洪子仁也表示 虽然台湾防疫的上半场 做得还不错 但下半场比的就是疫苗的速度 大家都在强打疫苗的状态 那如果说一天打3万多支 事实上41万的疫苗只能撑14天 5月19号有41万接日疫苗抵台 防疫人员优先使用 但疫苗数量足不足够 成为接下来抗疫关键 一届提出呼吁 其实目前我国向COVID平台 采购476万剂 ALE1000万剂 Moderna505万剂 国产预定了2000万剂 而5月19号 41万剂ALE疫苗再来台之后 5月20号下午 Moderna药厂200剂检验试剂也会到 其余渴望6院陆续抵台 只是原本指挥官陈时中 曾经松口地方政府 可以对外采购疫苗 但后来因为国安问题改口 只是面对眼下疫情感染热区 专家给出建议 要防堵疫情 疫苗成为关键 在党质疑 采购已经措施最好时机 当时林选泰作为前行政院长 应该没有人会认为 她是中共同路人吧 但她跟BNT本来谈好的这个内容 我们是可以得到很多记忆的 如果当时不要有任何人 去从中阻挠的话 或许现在已经有非常多计量 希望这个民进党 不愿意抛弃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 就赶快让民间的去谈 他只要不要挡 不要捣蛋我想就好 随着每天破百确诊数 从医疗到疫苗都成为检讨话题 东森新闻 蔡炳如 林茵佑 这台报道 随着全球疫苗持续 疫情持续的扩大 但疫苗分配不均 就成为各国对抗疫情的隐忧了 我们从疫苗的数量来看 全球打的疫苗 五分之三 集中在中国 美国跟印度 但如果从各国疫苗的覆盖率来看的话 欧美西方国家 有着比较高的疫苗覆盖率 美国和中国都表态 要豁免疫苗的专利 拜登更说 未来六个星期内 美国要释出八千万剂的疫苗 不料中国马上大酸 美国根本就是在囤积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将送出美国手上 共两千万剂 辉瑞莫德大和销身疫苗 给其他国家 再加上美国生产 但并未核准的六千万剂 AZ疫苗 未来六周内 美国将送出八千万剂疫苗 但拜登这番领导全球疫苗 抗疫霸气宣言 马上遭中国大陆外交部大酸 美国已经抢购 约二十六亿剂疫苗 占全球四分之一 远超自身所需 上亿剂疫苗 正闲置在美国的仓库里 中兵美国抢了二十六亿剂疫苗 囤积单对照法新社 统计各国的官方资料 全球一大15亿 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七剂 新冠疫苗 人口大国 中国和美国印度 都打了全球疫苗数 近五分之三 美国打了两亿七千四百四十万剂疫苗 也没中国骂得这么夸张 昨天中方已经宣布 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 然而拜登之前提到豁免疫苗专利 外媒路透社报道 5月21日G20的全球卫生峰会会后声明草稿 根本未提到美国提倡的放弃疫苗专利 反而提出设立专利池让药厂自愿授权 帮助贫穷国家去生产疫苗 疫苗生产大国印度 堪称全球大药房 但非洲国家仰赖的 疫苗全都来自印度 结果就像非洲肯亚 五月底恐怕就完全没疫苗可大 贫穷国家没疫苗是血淋淋的抗疫难关 难怪中国和俄罗斯能趁机玩疫苗外交 中国已输出2.52亿剂新冠疫苗 欧盟出口1.1剂疫苗 俄罗斯输出疫苗数达两千七百万剂 这对完全没疫苗的发展 中国家当然是外交 及时语 那边说若按各国人口总数的 疫苗覆盖率 欧美西方国家抢到大批 认为是有效的新冠疫苗 中二疫苗则被质疑效力 如果您接受疫苗的群态度 您不会接受第三个疫苗 保证 专家提醒全球疫情 已成疫苗接种速度 和病毒变异速度的异常 最好全球无人能 置身室外 东新闻就知道瑞玲可以报道 台湾现在有不少人 打了第一剂的AZ疫苗 还在等第二剂 但现在疫苗不够 却有国外的最新研究说 这疫苗可能要打第三剂 作为加强剂 效果比较良好 也引起了抗体反应呢 强度足以对抗 任何的变种病毒株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英国药厂阿斯特杰利康 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 AZ新冠肺炎疫苗 作为第三剂 追加疫苗的效果良好 能让受试者 加强对冠状病毒 及蛋白的抗体反应 强度足以对抗 任何变种病毒株 由于AZ疫苗运用的新技术 是将腺病毒改造后 作为载体 这样的设计 原本让科学家担心 如果未来每年都需要 接种疫苗 才能对抗新变种病毒 AZ疫苗可能失去效力 不过最新研究 化解了这样的疑虑 另外去年因应疫情 推出口罩地图 被日媒预称为 天才IT大臣的 行政院数位政务委员唐凤 19号再度推出 结合民间业者 和全国通用的 十联制新系统 消息经过推特转传后 再度引起日媒和网友关注 有日本网友留言说 工作效率好快 帮助日本吧 还有人说 整个台湾都很了不起 但唐凤太令人惊奇了 本来是防疫模范上的台湾 如今面对本土疫情大爆发 包含了CNN跟NHK等等 国际媒体都高度关注 大幅的连线报道 而彭博社深入分析 造成台湾疫情爆发的 三大原因 包含有台湾中后期 对机组人员的宽松检疫措施 退休老年人 自认为自己凌驾法律之上 还有台湾民众 对防疫成功的自满等等 不但观点非常的精辟 标题上还赫然出现了 Sexy Tea 摸摸茶 Lan King 狮子王等 比较奇怪的字眼 暧昧灯光 喧闹的歌声 不管这里叫茶坊或茶室 重点其实是粉味 万华的摸摸茶 以廉价消费 亲切熟灵大姐做台闻名 信不少阿公及消费者流连忘返 同博社一篇分析 台湾疫情大爆发原因的文章 标题赫然出现Sexy Tea 摸摸茶 以及Lan King 狮子王等字眼 一时还有点让人捕沙沙 重点就在摸摸茶的密闭空间里 没口罩没距离 加上大量转台或蓄团 在毫无实名制状况下 成了防疫大漏洞 同博社在这篇文章 点出台疫情失守三大破口 包括台湾中后期 对基督人员的宽松检疫措施 自认为临驾于法律之上的退休老年人 还有台湾民众对防疫成功的自满态度 算是相当犀利 而外媒也捕捉到了台湾疫情爆发后的现象 日本NHK的记者观察到 双北虽然尚未真正封城 民众生活出现明显变化 不但学校停课 几乎所有消费都变成实名制 店の入口の前にはQRコードが掲示され 客がスマートフォンで 名前と電話番号と人数を入力して送信します 而CN記者仍在防疫旅馆里面隔离 背景还看得到台北101 几乎每节整点新闻都得连线 台湾绝大多数民众 现在仍只能靠口罩抗疫 最关心的还有疫苗在哪里 疫情爆发的台湾 也吸引全球关注的目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